昨日上午,北京电视台台长王小冬因肝癌病逝,享年仅51岁 病逝的消息传出后,王小冬的生前好友、同事、媒体同行都纷纷发文哀悼 但郭德纲却在当日下午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实句称,一去残冬,小日红,三杯泪酒,垫苍穹,鸡肠曲曲,金河在,死性人间,报应铃 疑似在指某位死者去世是因果报应 他不仅配了一张红双喜的图,还将该微博置顶 由于郭德纲早年与北京台颇多纠纷 2010年其徒弟李赫彪曾殴打登门采访的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的摄影记者 随后郭德纲在博客上称弟子是个好孩子 并斥记者是在绿灯区活动的妓女,与北京台彻底翻脸而遭到封杀 不少网友指他的这条微博是在讽刺北京电视台台长王小冬逝世的消息 并指郭辞举不太厚道 记者试图就此事联系郭德纲经纪人王海 但他一直挂断电话拒绝接听 不过在晚上八点多,郭德纲删除了该微博